死爹曲启动 就是这种感觉 太上头了 我这样是不是太不下了 完了 这首歌 冲我来的 这是 大名不妙曲 每次听到这曲子 感觉家里又又又死人了 咱的妹子 咱的雕儿 咱的大孙 猪老四我上你走吧 徐将军你有事 哎呀 小女婿生分了 昨日咱们都是喝过酒 差点就拜靶子的兄弟 如今你说这话 显得咱多陌生啊 以后私底下你直接叫我岳父就好 本来我到这阴天府 就是看看我未来的女婿如何 现在看到了 你这么优秀 有文灵有歹实的 妙锦以后嫁给你 咱放心 昨天喝酒 差点就对着月亮拜靶子 要不是阿彪喝得少 恐怕以后真的娶了徐妙锦 那就尴尬了 小弟娶了大哥的女儿 这应该是叫老婆 还是叫侄女 那个徐将军 咱们如今还没成呢 你找我是为了干啥呢 哎呀 这不是咱准备走了 来跟你说点前辈的话 瞎人啊 咱知道你来自未来 不管你以前是什么身份 如今你在大明 希望你以后 不要辜负了我大哥 还有大嫂对你的信任 咱跟你打心眼说吧 在你出现之前 整片朝廷可以说是死记沉沉 甚至我大嫂都有些管不住大哥 他都要把咱这些老臣给吃了 可如今你的出现 让我看到大明的将来 说不定会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 但年龄大就是容易矫情 咱不说多大道理 你只需要知道 往后有困难 找我 无论是徐将军还是你的岳父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徐将军放心 未来的大明只会越来越好 我跟你们保证 好 好啊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老朱是多狠心啊 居然让这些武将都害怕到骨子里 要知道这可是大明长城啊 家者 皇后娘娘来了 娘娘 瞎人 门口停了亮星的汽车 你又买新车了 哪有 那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 买了台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掉价快 买瓜子特划算 这么便宜 靠谱吗 当然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 你也能九万九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好了 瞎人 今日咱有件事情想要问你 病类 学久未见了 在宫外的生活还习惯吗 回娘娘的话 有瞎公子照顾着 这府邸里面 兵儿是管家 生活可好了 真好 要是你想念后宫里面的姐妹 跟玉儿说 咱让瞎人放你回去休息休息 哎呦喂 娘娘 你不会是来到我这地方挖人吧 您要是真这么干 可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兵儿如今都学会 我本是差不多了 他就是我在府邸里面的第三只手 您要是不声不响的 把他要回去 我接下来的工作 没办法展开啊 好了 兵儿你先下去吧 瞎人 告诉我吧 昨天为什么这么急切的 想要让众八台兵去 跟窝国发生战争 没想到 还被娘娘察觉到了 不错 昨天是我故意将金矿 还有银矿的位置 暴露给陛下 至于理由 还清娘娘 听我娓娓道来 随后瞎人开始讲解 大明由盛转衰 一族入侵 中华民族受到屈辱 蠢猪 一族就是一族 一群尚未开化的野蛮人 没想到咱们汉人 将来居然遭受如此对待 那些外邦都有那些的国家 瞎人你告诉我 回宫我马上让众八派兵 将那些国度全部消灭掉 省得以后他们迫害咱的子孙 娘娘莫激动 虽说中原遭受这样的虐待 好在后世有能人 众善先生在他的引导下 汉人开始觉醒 对满清还有外邦进行反击 可惜的是 有人看到他国实力强大 想要成为附庸 背叛了国父的意愿 后来南方出现一名伟人 他是一名很优秀的大家 精通战术 甚至能利用战术 玩弄那些实力 远远超过我们的敌人 在依靠前辈 以抛头颅洒热血 不怕牺牲 为后辈谋取福泽的勇气下 汉人终开始 从接近两百年的屈辱中 重新站起来 不愧是咱们汉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优秀的存在 落后百年 依然能夺回属于我们的荣耀 不过可惜 这敌人居然如此强大 让你都感到深深的忌惮 难以想象 咱的后人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压力 这真是造化弄人啊 所以你迫切地想要对沃国 还有哪些国度下手 是因为他们曾经对中原大帝 造成很大的伤害 是的 娘娘 实话告诉你 应天府在后世遭遇沃国的大屠杀 死了三十多万人 如今有机会将这样的罪恶种族给灭掉 我当然不会放过 什么 应天府居然遭遇屠杀 咱们的后人怎么会如此悲惨 真是可恶的沃国 狼子野心就散了 还做出这等畜生不如的事情 杀人比赛 真是可笑 瞎人 我马修英今天报诉你 我支持你对沃国的任何行动 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一件事情 还请皇后娘娘直说 你有没有把握一次性将沃国所有人都灭局了 有 只要大明的将士能登陆到他们的岛屿 从今往后窝国将会消失在这世界上 很好 你有没有能力 让大明的牺牲降低到最少 有 只要给我时间 将火药还有各种武器制作出来 最快一年 我能将大明的实力提升到超越 如今这个世界最少两百年 届时 大明的将士牺牲将会非常的低 从今往后 这个世界上只要娘娘想 甚至可以只存在汉人 碰 从今往后你就放开拳脚 崇拔哪里 由我来负责 多谢皇后娘娘